画面中可以看到白衣女子手上抱着一名两岁小男童 原来稍早前男童一个人走在路上 热心女子上前关心 而小男童似乎也不怕声 见到远景还天真表示自己叫麻吉 来带你看一段当时情形 你几岁 两岁 两岁那是比一 他要跟你一起 去坐坐坐好不好 坐坐坐好不好 去坐坐坐 找到了 小心我们在旁边来 可以看到远景向男童弹开手 他竟然直接扑过去 模样相当呆萌 事发在17号下午1点多 凤山区文雅东街 当时母女上班途中 发现这名迷路的男童 又一直没有发现家长 赶紧向巡逻远景求助 而过没多久 男童的母亲也急忙出现 说自家小孩自己走出家门 家中长辈没人发现 熟悉最后男童平安回家 也让他们松一口气 老板 这么可惜 对